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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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革命的故事 因为它最重要的支配的气势的主线 实际上是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一个过程 这两者交织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红色爱情色彩的一个场面经典 谢谢张宁教授 本书带有作者杨默的自传色彩 故事的背景是918事变到129运动的爱国学生运动 通过林道静的三段恋情表现出了 她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觉醒过程 林道静的第一段恋情发生在离家出走之后 因为反抗继母把她变成摇钱树嫁给国民党胡局长 她从北平到北戴河投奔表哥谋出路 当她背着行李戴着各种心爱的乐器身着白旗袍 一副文艺女青年的模样到了表哥所在的小学 却扑了个空 后又因长相交好被收留她的校长算计 性格刚烈的她走投无路选择投海自尽 但林道静被北大学生于永择救了 她不仅挽救了她的生命 也让她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并且还被她的才学和浪漫所感动 她俩坐在海边的礁石上 吹着温和的海风 看着金色的海浪听着水鸟的叫声 一起谈论古今中外的文学 书中是这样描述林道静的 林 你一定读过《易捕生的纳拉》 冯元军写过一本《隔绝》 你读过没有 这些作品的主题全是反抗传统的道德 提倡女性的独立的 可是 我觉得 你比她们还更勇敢更坚决 林道静的心里渐渐充满了一种青春的喜悦 一种绝处逢生的心性 对于永泽除了有着感恩知己的激情 还加上志同道合的钦佩 他简直把她看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 于永泽是一个有着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年轻人 她呢 对林道静是一见钟情 就像骑士一样出现在了她的生活中 不仅给了她缺失的关爱 还唤醒了她爱的意识和对人性的思考 被爱情俘虏的林道静 后来回北平做了于太太 如果说安于现状 她可以生活的相当美满 可是呢 林道静是一个渴望自由 渴望独立生活的人 家庭主妇的日子 让她感觉到沉闷 窒息 而尤其使她痛苦的是 于永泽并不像她原来所想的那般美好 她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风度 在时间面前也渐渐全部消失 原来她是一个自私的平庸的 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 爱情幻想破灭生活就像死水 林道静非常的茫然 难道中国妇女的出路就只是当太太吗 这是一个时代的呐喊 她提醒当代女性独立的重要性 卢家川的出现拯救了林道静 在作者笔下 卢家川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 她机智勇敢热情洋溢 是彻底的革命者 她很小就接近了革命 理论知识思想认识以及斗争意志 是在李大钊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中学就从事革命活动 考上北大之后 成了北大党的负责人之一 这样的一个革命知识分子 是怎样帮林道静走出困惑的呢 她建议她把个人命运和群众的命运 连结在一起 鼓励她读社会科学苏联文学 还带她参加油行 渐渐的 林道静的心里边 升腾起了渴望革命的热情 同时 对卢家川也生出了一种钦佩爱慕 甚至 比这些还要更为复杂的情感 她自己也说不上是什么 只是更加的渴望和她见面 也更加希望从她那儿汲取到更多的东西 读到这儿 我们已经看到了林道静的变化 不仅是思想上的还有爱情上的 但是 由于她还处在懵懂状态 看不清自己的心 而卢家川对自己的情感非常诚实 她喜欢林道静火热向上的热情 也敏感地意识到她对自己若隐若现的爱慕 她很想对他说出自己的爱恋 但为了不影响他们夫妻关系 她控制了自己 应该说 卢家川的爱很重 重的只能隐藏到心底 她不愿看见别人的眼泪 连想都不愿意想 林道静和于永泽最终因政治分歧而分手 而卢家川却被捕了 在那一刻 林道静才明白她爱上她了 后来她收到卢家川托人转给她的绝笔信 信中说 可惜 我们已经不能再在一起工作了 在这最后的时刻 我很想把我的心情告诉你 不 还是不要说她的好 只可惜 可恨刽子手们 夺去了我们的幸福 这是一场纯粹的 没有开始就夭折的精神恋爱 林道静说 我不会忘掉她的 永远不会 有人曾质疑 林道静是因为革命爱上卢家川 还是因为卢家川爱上革命的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卢家川是林道静的精神导师 他为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们是隐藏了爱情的战友 彻底把林道静引领到革命道路上的 是和她并肩战斗的江华 这江华和卢家川是同学家战友 和卢家川相比 她更加的稳重更加的成熟 看起来平凡低调 却坚毅而果敢 值得依赖 她对林道静呢 那是一师一友 一直默默的喜欢着她 哪怕在知道卢家川牺牲的消息之后 也没有马上表现出对林道静的爱 但她从没被这样强烈的爱情冲击过 最终屈服了 书中写道 她抬起头来 轻轻地握住 站在她身边的道静的手 竭力克制住身上的站立 率直地低声说 道静 今天找你来不是谈工作的 我想来问问你 你说咱俩的关系 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 林道静对江华的心思是早有猜测 虽然心中深藏着卢家川 但她明白江华值得她爱 于是乎她放过了自己 接受了早已深爱着她的人 江华是林道静爱情理想的最终实现 他们志同道合 经受住了各种的考验 成为革命伴侣之后 林道静更为迅速地成长为了真正的女战士 作为一名知识女性 林道静的爱情经历了爱情幻想 精神恋爱爱爱情理想的实现三个阶段 她的人生道路也从追求个性解放 转变到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 她的成长可谓是爱情和革命的互相交织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